好同学们我们又回来了 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讲两道例题 那么讲例题之前呢 希望同学们把视频暂停一下 自己呢先把这个例题做一做 然后呢再听我讲解好吧 我相信自觉的同学呢都把视频暂停了 应该把这些题目都做完了是吧 应该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刚才已经把该强调和该注意的问题呢 都给同学们总结过了 那么做这样的题目呢就不应该再错了 我们来对一下答案好吧 首先例的第一小题 下列各组量中具有相反意义的量 还记得我刚才强调过相反意义的量吗 第一它必须具有相反的意义是吧 第二个还必须得有什么呢 量 有量 好来看一下A选项 节约汽油食生和浪费粮食 你有没有发现他把这两条原则都违背了 第一个我想问一下 节约汽油和浪费粮食 这个是相反意义的吗 没啥关系 是不是没什么关系 对吧 我们又不是吃汽油喝汽油的 对吧 我们这个粮食是不是跟汽油没什么关系的 所以导致我觉得这地方你不要光看到节约和浪费 它后边的东西是不是还有一些关系的 对吧 没有相反意 第二个呢 有没有发现这个浪费粮食后边没有量 对吧 浪费粮食多少呢 也没说 所以A选项肯定是错的 来看一下B选项向东走八公里和向北走八公里 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相对的 对还是错呢 错的 因为一个是往东一个是往北 它没有相反意义吗 没有 往东的相反意义是哪 往西 往北的相反意义呢 往南 所以它是不是又这个又不对了 是吧 看一下C选项收入300元和支出100元 有人说这个还是错的呀 有没有发现那个300和100不相等 是吧 那我刚才强调过这个问题吧 我说这个相反意义的量的这个量 有没有必要让它的数据是相等的呢 没有必要 是吧 所以收入支出刚刚说过 就是经典的这种相反意义的 而且它还有量 所以这个题应该选什么呢 C 应该选C了 那么看一下斯蒂啊 身高1.8米和身高0.9米 可能有些人觉得 这个好像也像是对的 难道我们C选项错了吗 这个1.8米和0.9米 其实大家明白它想表示出一个什么意思吧 说这个人他比较什么呢 高 这个人他比较什么呢 矮 他比较矮是吧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是具有相反意的吗 你有没有发现 你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比如说我们的什么 零上零下 地上地下 往北往南 这个是不是都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那你什么样算作高呢 你说这个1米8的这个人高吗 他跟姚明一比 他马上就是什么了 矮了 那是不是就矮了 所以这是一个相对的 那么导致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不能把它理解成是相反的意义 对吧 所以这个题还是选C 第一题呢 就说这么多 来看一下第二小题 如果零上五摄氏度 即做正五摄氏度 那么零下五摄氏度 简单吧 你选的是什么呢 你选的是A 你选的是A是吧 零上五 这边是正五 你觉得零下五就是负五是吗 那你再看一下 我们还有没有更加的选择 C 你明白了 应该选C是吧 好 这个东西呢 就叫做手提效应 我们经常有同学错呢 就错成A选项 为什么呢 因为有同学啊 做选择题的时候的习惯呢 看了一个A选项 感觉是对的 然后BCD根本没看 直接就做下一题了 这样特别不好啊 你不但要明白A为什么对了 你还要明白BCD为什么错 结果你看到BCD的时候 好像有一个又是对的 这时候你就开始要传合 难道这个A选项错了吗 回去一看 果然是A错了 其实呢 我们C是不是对的 我讲这个 就希望同学们 平时在做选择题的时候 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你要把每一个选项都看一看啊 你不要仅仅只看一个A选项 现在有很多学校的老师出题呢 特别狡猾 他把那个最容易错的答案 就放在A那 就是专门针对这样的同学的 希望同学们不要再上这个档了 好吧 那大家明白为什么选C吧 因为这个档是不是正午摄氏度 带单位了 招式店也得带单位了 好来看一下第三小题 如果水位升高4米时 水位变化即为正4米 那么水位下降3米 即做什么呢 负3米 负3米非常好 你有进步了 是不是要带单位啊 我们这应该是负3米 水位不升不降时 这个水位变化即做什么呢 0米 这个是不是就是0米了 没有变化 是吧 比较简单了 来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 甲乙两地的海拔高度分别为200米和负150米 这个呢也是一个生活常识 海拔大家明白是吧 是什么意思 就是海平面吧 对 海平面以上就是海拔以上 对吧 就是我们这个正200米 那这个大家明白是低于海平面多少呢 150米 虽然这涉及到了一个正数负数的加减的运算 但是呢 我觉得以视频前同学们的能力呢 做这个题应该还不是太难 一个是上边200 一个是下边150 他们俩差多少 350 是不是差350米 所以这个题应该选4D 是吧 应该选4D 来再看一下第五小题 雪儿斯饮料公司生产的一种瓶装饮料 外包装上印有600正负30ml 我这读了一个ML 有没有同学明白其实有错误呢 这其实是个什么玩意儿 单位吧 这把ML是什么东西吧 毫升 对吧 是个毫升 正负30毫升 就不要再读加减30毫升了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 题目正好后边问了一下 他说请问这个正负30毫升是什么意思 又是一个生活常识了 我不知道同学们平时有没有去过超市 在很多食品上都会有这样东西 比如说方便面 方便面上有一个120然后正负5G 明白什么意思吗 G是刻吧 120正负5刻 它的意思呢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比如说每一袋方便面里边 是不是有一个面饼啊 在生产的时候 能不能保证每一块面饼都绝对相等呢 是很难保证的 但是呢 我们这个地方虽然要有误差 但是误差也不能太什么呀 太大了 比如说你跟你同学一块去商店 去买方便面 然后你买的是同一种类型的方便面 你买出来一看这么小一块 你同学买出来一看这么大一块 你同意吗 不同意 你显然不同意是吧 那是太不公平了 所以我们虽然要有误差 但是也不能太大 它是不是得在一个能够容忍的范围内 那这个120正负5刻 就是说我们这个最多多少 多5克 多5克 那就是125克 对吧 最少呢 115克 115克 是吧 必须得在某一个范围内 这个你能理解 那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跟它是同一个意思 对 那最多多少毫升呢 630毫升 最低呢 570毫升 是不是在570到630之间的 这样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合格产品 对吧 那如果比如说我这个东西是100毫升 那显然是一个什么呢 是个不合格产品 或者是曾经被人喝过了 是吧 来 现在呢 已经解释了这个正负30 就是说在570到630之间 都是合格产品 结果呢 质监局来了 对该产品抽样调查了三瓶 抽查了三瓶 容量分别为589毫升 573毫升和627毫升 有没有发现它们差别还挺大的 但是在不在我们刚才那个570到630这个范围内呢 在 在这个范围内 所以它们是不是合格产品呢 是合格产品 都是合格产品 但是我想说的是啊 我们学而资议料公司肯定不会生产 这样的产品 其实这个差别太大了 是吧 一般来说这个饮料 它不可能是正负30的 这个误差太大 可能有那个正负5毫升左右就差不多了 能明白我的意思 好吧 那么第一呢 我就已经全部讲完了 不知道视频前的同学们 你们对了几刀呢 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第二 一种零件的长度在图纸上 是这样来描述的 有一个二尺 上面有一个正0.05 下面有一个负0.05米 表示这种零件的加工要求 最大不超过多少 最小不小于多少 那你已经明白这个题 跟刚刚那个题是不是一个意思啊 嗯 我把刚才那个题解说啊 那你知道这个最大不能超过多少吗 嗯 20.05米 20.05米 很好 你已经开始注意到必须带单位了 嗯 来 再看一下 最小不小于多少呢 嗯 19.95米 19.95米 是吧 嗯 好这个题呢就已经做完了 这是我们的第一小题啊 跟刚才是一样的 来第二小题 一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对吧 嗯 A B C D四个选项 你一个一个来研究一下 第一个A选项最小的整数 对还是错呢 错的 错的 有没有最小的整数 没有 所以你在小学学的那一部分还真有一个最小的整数 但是到了初中以后我们引入了什么样的概念呢 负整数 是不是负数 负整数这样的概念 它是不是可以一直小下去 嗯 那有没有最小的 没有 那肯定不是A了 B选项数是最小的正整数 对不对呢 嗯 对的 这个是对的 是吧 嗯 最小的正整数 呃 就是我们的1 对吧 嗯 但是我刚才说了 大家养成一个什么习惯 虽然你知道B是对的 你还得去把什么看一下呢 嗯 C D 你说还得把C D看一下 万一后面还有一个对的呢 来看一下C 最小的自然数 这个题如果给你爸爸妈妈做 他们很很可能做错 啊 他们很可能做错 他们会觉得C是对的 但是我前面说过了 自然数又加了一个新的成员 是谁啊 0 0是吧 嗯 呃 那其实我们最小自然数 是不是应该0啊 嗯 而不是1了 最后一个最小的有理数 有没有 没有 没有最小的有理数 可以一直负下去 对吧 嗯 所以这个题确实是MB 来再看一下第三小题啊 负4.5 6 然后0 2.44循环啊 这个地方同学们看清楚啊 是2.44循环 然后π 负二分之一 负0.313 13循环 还有3.14 负11 等等这一系列的数当中 哪些是属于负数的 这个简单吧 嗯 我们说过负数 其实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 它的前面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呢 负号 一定要有一个负号 所以有哪些呢 负4.5 好 所以第一个空的答案是负4.5 然后呢 负二分之一 负二分之一 然后呢 负0.313 第三循环 还有一个负11 是吧 这个比较简单了 来第二个空说 哪些是属于非正数呢 加了个非字吧 嗯 我们有一个星圆是谁啊 0 0是吧 好 0是不是就必须得放进去了 那非正数其实就是所有的负数和什么呢 和0吧 嗯 负数我们刚才是不是写了 嗯 那你明白第二个空里边就把刚才这四个照抄一遍 外加一个什么呢 0 外加一个0 是吧 嗯 注意啊 前面还有四个啊 最后一问 他说哪些是属于非负有理数 又有非字吧 嗯 那我想都不用想 我是不是得先把这个0写进去 对 然后再非负有理数 非负有理数就是什么呀 嗯 0和所有的正有理数 是吧 嗯 正有理数 来看一下有哪些呢 第一个 嗯 6吧 6 0写进去吧 对吧 嗯 这个2.44循环是不是有理数呢 是的 它是循环小数 是吧 嗯 π是不是呢 嗯 π不是 π是我们 五理数 五理数 对吧 好不要写它了 那这俩都是负的 不用看了 还有一个什么呢 3.14 是不是还有一个 3.14啊 嗯 注意啊 这个3.14不是π啊 3.14是个有限小数了 所以啊 它应该放到这里边 那么导致这个题呢 我们是不是就做完了 嗯 好 来看一下第四小题啊 在 这些里边 负分数的个数 有多少个 那个说 哎 这个题简单啊 这个题负分数的个数 来 有没有发现 这里边的分数 看起来只有两个呀 嗯 一个是负3%吧 嗯 有五分之二十二 它又奔着这个分数线就去了 是吧 嗯 嗯 那么它又要的是负分数 所以只有负3% 嗯 是不是一个 嗯 为什么又选A 那你又中了那个老师的陷阱了 他把最容易错的选项 往往就放在A这个地方 我刚才在前边其实强调过一个问题 我说整数和分数统称为有理数 他把有一类数是不是直接给抛弃了 嗯 是什么呀 小数吧 对 呃 其实指的是有限小数和循环小数吧 嗯 那我刚才说了这样的小数 它应该算在什么里边呢 嗯 分数里面 哦 所以你不能光看分数线 你还得去看一下小数 对吧 嗯 那我们除了这个负8分之3以外 再看看负的负30是吗 嗯 不是 它是个整数 对吧 嗯 负12.8呢 嗯 是的 所以导致我们的负分数其实有几个呢 两个 其实有两个 所以这个题应该选B啊 这个题应该选B 非常容易错啊 每年都有学生都会把这个小数给忘了 以后呢 把这个思维转变过来啊 我们所有的这个小数都应该算到分数里边去 能明白 嗯 来下面第五个判断题 判断下列说法正确与否 第一个 一个有理数不是整数就是分数 对还是错呢 嗯 对的 这个是对的 因为整数和分数是不是统称为有理数 对 你分类的时候也分两类啊 它要么是整数要么是分数 第二个 一个有理数不是正数就是负数 对还是错呢 嗯 错的 错的 有一个很特殊的数是哪个呀 0 0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 对吧 嗯 好第三个 他说一个整数不是正的就是负的 一个整数不是正的就是负的 对还是错 错的 还是错的 还是因为谁的原因呢 0 还是因为0的原因 来最后一个 一个分数不是正的就是负的 这次有0吗 没有 0不是分数对吧 嗯 那我说一个分数不是正的就是负的 对还是错的 对的 这个就是对的了 所以我们有两个对两个错啊 那立一立二我已经全部讲完了 视频前有没有同学是全对呢 如果你全对的话 说明你在这一部分掌握的非常好 稍微休息一下 一会儿呢 我们接着再讲下一部分 对 感谢观看